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智杰 今天是2021年3月24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件事 首先 礦工超过三个月 去了英国逍遥法会的区议员北东尼 终于回办事处 但他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 又为什么会有DQ的危机呢? 另外 现在缅甸局势相当混乱 杨子瓶竟然就是抽水 究竟内情是怎样呢? 杜汶泽又如何借这个机会抹黑我们的国家呢? 最后有黑暴医生竟然抹黑我们的国产科兴疫苗 究竟背后有什么真相呢? 最后又会如何惩罚他呢? 在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将这条影片广传下去 等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体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去年香港出现第四波疫情 确诊个案连续很多天超过100宗时 我们一群服务社区的正常人 个个人都忙到傻了 又要到复扑口罩给街坊 又要跟进个案 还要解答街坊对疫情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忙呢? 无他的就是因为那群揽插下的区议员挂着搞政治 一点都不做实事 就唯有我们做他们的份 不过他们当中有一个更加离谱的 不单是偷懒 还有心情跑去游浮 这就是公民党的官堂区议员 北冬离 北冬离原本是蒲籍的香港人 据文他早先是因为清朝八国联军时 由上海逃难来到香港 之后就在香港落地生根 不过他好像忘记了祖先逃避战祸的痛苦 竟然加入了出名勾结外国势力 搞乱香港的公民党 还被博大帽在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 成为了官堂丽精花园区的区议员 他的选区九龙城丽精花园 在12月的时候 去年就发生了疫情的大爆发 其中第六座D室的居民就需要撤离去检疫 在这个居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当居区议员 北冬离警验不见了人 他只是在Facebook 出post 说 请大家紧记做足个人卫生 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这样 post了一个post 就当做了事 究竟他对不对得住自己的良知呢 但其实这个北冬离究竟去了哪呢 丑苦最终要见家翁 北冬离上年12月7日在Facebook 出post 承认自己原来已经不在香港 已经去了英国探当地读书的两个儿子 他又冷感性地说 即使英国的疫情如何严重 更有机会封国封城 但冬离也希望可以2020年与家人见一次面 藉着这次与家人共聚 冬离希望得到更大的能量 支持着冬离继续努力为社区服务 你这么说 即是探仔比服务自己的街坊 真是非常之离谱 之后北冬离还上传他和家人在英国玩的合照 以及他们开心吃炸鱼薯条的照片 在照片里他和家人还没有戴口罩 似乎对感染或有机会回来香港播毒 毫不关心 他人帮这些照片也引进 Young pc 正正被街坊冤手 只需免购好 elasticity 北冬离可能他们也知曙 很快删除这张竊是自食炸鱼的照片 为了看到那群居民群情洸湿 北東尼隔一個星期在Facebook改口說因為就醫而身在英國 已經四出聯絡其他官行的小黃人區議員 去到他的選區幫助他協助強制檢測 誰知他很快就被人踢爆 當有麗晶花園的居民想找人安排醫生和專家入屋檢查 透過WhatsApp居民群組找他時 他竟然不回應還要退屈 令那群麗晶花園的居民很無助 以為被人踢爆了他會檢討一下 最起碼都向居民道歉 誰知北東尼非常後面皮 向媒體狡辯說覺得在群組溝通不太有效率 群組是你自己加入的 然後他又說自己沒有計劃提早回來香港 又說自己和兒子已經十個月不見了 取消的話就過不了自己的關 轉眼眼到現在整件事已經超過三個月了 北東尼昨天竟然毫無悔舊地回到他的議員辦事處打卡 就在Facebook發文說自己終於回到香港了 經過42天的隔離和44天內六次檢測 今天終於可以順利回家回到麗晶 他還懶憂 我終於可以work from home home 的意思就是香港的意思 其實他還說了這樣的風糧說 街坊當然不接受 連很多投票給他的小黃人都罵他 有個網民還恥笑他 說你就好幾個月不用上班都有薪出 又有街坊說 北議員你兩個助理那麼好用 有沒有把你的薪資加給他們 你可以下期退休移居大英帝國 其實區議員搜查2020至2023清楚說明 區議員作為公職人員 市民對他們的行為操守有很高的期望 需要對執行職務時做的決定和行為負責 否則可以被問責 北東尼為了去英國旅遊竟然礦工超過三個月 那還說得出效忠特區政府 所以看來遲些公職人員的修訂通過之後 北東尼也很難過到宣誓那一關 我想他也等著被人DQ 其實說到小黃人區議員之中的大懶蟲 又怎知北東尼 好像我們很喜歡的佐敦南區議員陳梓惟、阿維惟 他除了將案件交給對手葉奧東搞之外 還在年29日在Facebook出post說辦事處收勞 在正月18日才再次對外開放 如果有甚麼急事可以打電話給相關職員約見 還說不過初一至初三的確需要放假拜年 初四才回覆大家 搞到市民都紛紛留言罵爆 陳梓惟不知道是否G衰 之後在凌晨改了個post 用狡辯只是辭匯用得不正確 辦事處開放前並不是不工作 前年的反修例暴動和區議會選舉之後 攬炒派把持了區議會 令很多區議會都淪為荒廢民生 只是搞政治的地方 很多選出來的小黃人區議員 就是這麼懶就甚麼都不做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有份投票給他們的小黃人 現在都和我紫敬說他們很後悔 所以希望未來修例要求區議員宣誓可以一次過踢走 那些甚麼都不做 只會搞亂香港的攬炒派 希望在踢走這群人之後 區議會可以集中討論一些民生經濟事項 令香港可以早些重拾昔日光輝 說完北東來想說一說杜汶澤和楊子瓶 近幾個月緬甸局勢開始緊張 由於去年的緬甸大選被指舞弊 所以緬甸軍方在今年2月時 逮捕了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 總統溫敏和部分高級官員 宣布全國進入緊急降態 而國家的權力亦在昂山素姬和溫敏手上 現在到國防軍總司令敏仰來 之後昂山素姬的支持者 就開始學香港的黑暴上街抗議 由左街塞馬路 令警方要出動清場 衝突期間雙方也有不少死傷 之後更有謠言說 中國是在背後支持緬甸軍方 令大批暴徒在上月時包圍位於楊光的中國大使館 而緬甸的暴徒近日更加把目標改為破壞中資的工廠 正在3月14日楊光最少已經有32間中資或中印合資的工廠被破壞 兩個中國員工受傷 甚至連中國台灣商人的工廠也有事 估計財產損失有2億4千萬人民幣 這群放火的暴徒大部份都是握著電單車 帶著鐵棍、斧頭和汽油 衝入工廠 攻擊和恐嚇工廠直班人員 之後就放火 其實這群暴徒真的很離譜 毫無證據老屈中國支持緬甸軍方 還要將怨氣轉向中國人 當然要譴責 所以我們國家的外交部亦在2月18日舉行農曆新年後第一場記者會時 針對中國在背後支持緬甸軍事政變等謠言作出回應 我們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發火說 中方鄭仲負責任聲明 網絡上有關於中方在背後動作的說法完全謠言 以圖挑撥中緬之間的關係 華春瑩還說 無論是緬甸民民 即是昂山素姬的政黨 或者緬甸軍方 都與中國非常友好 出現現在的局面 是中方不願意見到的 中方希望緬甸國方 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妥善處理分歧 恢復政治和社會的穩定 其實華春瑩說得很好 始終這些是別人國家的內政 我們國家又不像美國般喜歡干預別人 雖然兩邊都不幫是最好的表態 不過雖然是這樣說 但每逢發生這些事 總是有些不知頭不知路的人 總是要出來偏幫某一邊 而其中一位是10年前 在電影《昂山素姬》內 飾演昂山素姬的楊子瓶 楊子瓶最近在IG post了一張舉起三隻手指的相片 即是緬甸反軍政府示威的知名手勢 明明是支持那班示威的暴徒 他說作為昂山素姬成立的人道組織 蘇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 和緬甸的長期朋友 他看到緬甸陷入動作不安 令他非常心碎 他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 是一項艱鉤的任務 必須通過和平的手段來完成 一定要冷靜和有清醒的頭腦 互相尊重彼切的基本人權 是緬甸生存和成長的唯一途徑 其實楊子瓶做過昂山素姬 不可以否認他對這個國家的感情 但他也會說 其實所有的紛爭都應該是通過和平的手段來解決 為何你又會盲目地支持那班暴力示威的暴徒 你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緬甸是否真的有選舉舞弊 示威者為何會突然衝擊破壞中資的工廠 這些暴動又是否有人在背後插畫 如果你未思考過這些問題 做足功課就完全偏向了昂山素姬的支持者 就好像真的抽多了水 不過楊子瓶抽水也算了 有些黃絲藝人好像沒事做 又要出來抽楊子瓶水 其中一位就是深黃藝人杜汶澤 他在Facebook 出post post 了楊子瓶關心緬甸局勢的新聞出來 然後留言說 如果你是極權國家一定要有錢 那些貪威色色的藝人才不敢說你半句 因為他們只會站起來對抗窮國 君不見八九的時候 大家都高唱民主歌聲獻中華嗎 所以做人也好 做甚麼也好 最重要是有錢 他之後說 沒甚麼事我先回廁所吐 吐完之後我還有很多會要開 很多錢要賺 其實杜汶澤的意思 即是楊子瓶這類藝人選擇性發聲 他說面對緬甸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 在那裏沒甚麼賺錢機會才夠膽表態 但對於我們國力佔強的國家 就不敢出聲 杜汶澤 國家近年經濟發展一天千里 各方面都大有改善 有甚麼地方值得我們去質疑 你怎可以將我們的國家和緬甸比 所以杜汶澤亂抽水 就很明顯是沒有智慧和沒有品的表現 事實上今次在緬甸發生的政變和之後的示威 套路和之前在香港的反修例暴動 或者泰國的大型示威 或者之前其他地方的顏色革命 都很相似 又是有示威的口號 又是有示威的手勢 例如香港五一 緬甸三隻手指 又是玩黃色傘 又是玩磚頭堵塞馬路 又是找女性示威者跪在警察面前拍照 總之套路是一模一樣的 你說究竟是誰在背後操作 相信都很明顯 無論如何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作為公眾人物一言一行都要小心 沒有人反對你有政治立場 但你有立場時 就一定要確保你掌握到有關事情的真相 而且一定不可以支持暴力 不可以支持違法 說完楊子瓊杜汶澤 想說說黑暴醫生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超過一年 控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全民接種疫苗 只要經濟才能復甦 所以梓敬呼籲各位正常人 盡快登記打疫苗 現在截至前日 累計已經有38萬人接種了第一針 其中243,800人接種了科興 135,800人接種了復必泰 很明顯 市民對於國產的科興疫苗 比較有信心 亦比較多人接種 而有一個Breaking News 就是Beyond Tech 即復必泰 被香港和澳本禁制 但由於梓敬在寫高時未有太多資料 這個資訊就留給其他KRU再評論 回到我們想說的 就是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 和司局長都選擇了打科興疫苗 所以它的安全性和效能當然是沒問題 不過還有部分黑醫護 是用政治凌駕專業抹黑科興疫苗 就像土瓜環的人宅醫務中心 明目張膽自製了一張所謂注射指引 用來比較科興和復必泰兩種疫苗 科興的部分不單寫著 60歲以上有效率是33% 又說他聲譽不好 還老一科興說他曾以賄賂行為 讓疫苗可以加快批准使用 圖表裏更列明建議不打科興 還說劉醫生不打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港座教授袁國勇 又不打 企圖阻嚇市民打科興 有關的圖表被網民揭發後 那間診所駐診的醫生 劉東華被罵 說他抹黑科興 而劉東華之後亦向媒體證實 這張所謂注射指引 是他搜集資料後寫出來 在診所裡 指示給已經登記了 而且準備打科興疫苗的市民看 他還老實承認 已經收到接近80個電話投訴 至於這個指引上另一個人 即袁國勇 他回應媒體查詢時說 他不懂劉東華 亦沒有叫人不打科興 他強調自己一貫立場 呼籲大家按自己的條件 選擇和接種疫苗 保護自己 提高香港的群體免疫率 這個黑暴醫生 竟然老屈這個原教授 其實都頗離譜 其實衛生署這次透過疫苗資助計劃 向私家醫生和診所 發放第一批科興疫苗 是有向這班醫生提供資助 第一針 醫生可以得到80元的資助 如果市民在同一個醫生打第二針 醫生可以得到120元的資助 這些私家醫生是自願參與 所以其實很奇怪 其實因為這個劉東華醫生 如果這麼不喜歡科興 又為何要向政府拿針 不建議市民打呢 究竟你是甚麼心態 現在全香港疫苗的供應都不夠 你竟然這樣浪費那些針 這些這麼不負責任的行為 當然不能接受 所以衛生署經過調查之後 都認為這間診所 是違反了接種計劃的私家診所條款協議 決定終止與他合作 衛生署還會繼續提醒 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 需要按照計劃的指引提供疫苗接種服務 其實怎樣也好 這個抹黑科興的西醫劉東華 專業失德原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劉東華在2014年12月7日時 為一個女病人治療左腳裸蜂窩組織炎 雖然病人當時已經通知診所 說對亞莫西林和清婚素敏感 但劉醫生竟然還用那些藥物對病人治療 令病人的臉部和手臂出現斑性丘臟發診 病人就是因為這樣睡了四天醫院 醫委會之後這件事展開紀律聆訊 最終裁定劉東華一項專業失德罪成 判停牌一個月 緩刑一年 上次已經出過一次事 還不好好檢討 現在還抹黑我們的國產科興 其實除了衛生署要和他們終止合約之外 我覺得醫委會是否應該展開調查 看看今次這件事有沒有涉及這個專業失德 如果有的話是否也要考慮將它釘牌 而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希望各位正常人如果有病要看醫生 就真的記得不要去這個劉醫生 全國人大已經通過落實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希望可以達到愛國者治港的方針 之後人大常委和我們的特區政府 相信很快便會完成有關的修訂 來落實完善的選舉制度 但無論我們的選舉制度如何完善 到最後都是要投票 把我們的民意代表選出來 所以各位正常人的參與就很重要 如果各位要參與選舉投票的話 當然要先做選民 所以如果大家還未做選民的話 我們一群KOR都希望可以親身為你登記 由於今年的選民登記將會在5月2日截止 而更改地址更加會在4月2日截止 所以我們一群KOR想來登記做選民的你 將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我們 我們的同事稍後下星期就會聯絡你 通知你我們會在哪一天幫你做選民登記 所以如果你還未登記做選民 有符合資格的話 請在下面的Description 找回我們的Google Form的連結填寫後 我們的同事下星期就會聯絡你 來和我們KOR見面登記做選民 希望大家都可以響應我們的呼籲 登記做選民 選愛國言難 到時見